11月6日,台湾1111人力银行在台北发布最新学用落差调查 调查显示,78.8%的台湾高校学生担忧在校所学,无法满足将来工作所需 原因主要包括在校理论与工作实务差距过大 一技之长不足以满足企业需求,人才功过于求 那就是其实在学校学其实都偏比较学术类嘛 那我觉得如果说怕担心自己有一些不足的话 像就会透过一些进修的方式啊 像可能之前就有在网路上看到一些大学的进修推广部 它其实是有招一些课程的 那我就会在下班时间或是周末的时候会去进修 加强不管是语言能力啊 或者是想要多考一些证照的部分 调查发现,台湾高校学生认为 学校教育对就业能力的帮助主要为 养成专业知识与技能 授予学律或文凭 提供就业机会等 此外,67.8%的学生盼望毕业后 首分工作与在校所学相关 平均期待月薪为34261元新台币 是Amy,然后之前是大学期间是念历史系 然后研究所的时候是念顶大的社会所这样子 那就是会毅然毅然修学的原因是因为主要是觉得在研究所的部分 这一年的时间已经有得到自己想要养分跟充实到了 那现在会觉得当务之底是要了解现在产业的现况 跟产业需要什么样的技能 或者是能力或是特质 或者是作品 然后去累积这部分 那研究所的部分可能 因为未来没有走学术权 所以可能就是说在作品的部分会比较匮乏 那也会担心说因为 比较没有作品的部分 可能就没有办法 就是对于未来求职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会希望说在年轻的时候多花一点时间 可以缠出自己的作品这样子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说在学的学生 普遍有一种隐忧 也就是说越接近大四毕业 或越接近硕士班完成的时候 就担心说我下一步怎么办 我的工作在哪里 其实这边很正常的事情 人都会面临一个转变的时候会思考 但是呢现在职场其实变化太大 跟自己所学真的能够对焦到的工作 你毕业马上可以找得到 似乎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我们建议同学 能够在毕业之前 就先进入业界的范畴去搜寻去思考 就是说现在这个产业 它最需要什么样的发展 这个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那往往从这个现在的需求端 去发掘产业的需求 然后再自己充实这方面的知识 那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 就能够进入指标线的企业 来扮演关键重要的一个入门者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谢谢大家